警方對攻鳴槍擊破車窗攔下這輛白色轎車 監視器畫面也看到 當時在填車場好幾名刑警將車子團團圍住 駕駛還想倒車 警方鳴槍制止破窗抓人 駕駛是零性通緝犯 還涉嫌接應開槍打傷被害人肚子的無性槍手 25號晚上警方在彰化園林的停車場抓了接應人之後 接著26號中午霹靂小組支援 駕駛實彈在奔远一處老屋 圍捕無性槍手 50歲的無性男子開槍行凶之後逃亡 為了躲避追氣 不是搭計程車就是用走的 警方發現他和零性通緝犯 先後從園林的民宅變裝離開 巡線先抓了開車的零性通緝犯 追蹤到無性嫌犯的藏匿之處 找到了犯案的改造手槍 警方調查無性嫌犯沒有黑到背景 但是有多項違反廢棄物清理法前科 他不法謀利租土地跟地主發生了糾紛 中槍的仰性男子出面替地主居中協調談判 遭開槍受傷 無性男子以殺人未遂和槍炮管制條例移送 接應的零性男子是槍炮跟毒品通緝逮捕歸案 TBS新聞陳志忠 吳淑平 彰化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